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去课咱们又讲了一个 用就是使用回调函数的方式 来处理速度 对不对 上去课咱们选的一个函数 是这个 这个函数的实际用途的地方有 对吧 但是不是常用 咱们借助它主要学习 咱们函数的应用 对不对 那这节课咱们再学习一个 用途比它稍微多一些 比它更灵活的一个方法 谁呢 我说也慢 这个 他干嘛呢 跟刚才的那个数组的描述是不差不多 是将回到孩子作用到给定的数组的单元上 对不对 那为什么比刚才那个灵活呢 因为刚才那个咱们要处理直视派的应用啊 那这位咱看一下 他呢在手册中 位置是在这块 找到他 参数 他奇怪的是第一个是回调函数 对吧 不是要处理的速度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他可以处理多个参数 后边 叠了点点意味着 是不是省略多个参数都可以啊 因为后边你传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或者十个 是不是都可以啊 最少传一个速度 那也可以传十个速度 也可以传八个速度 是这样的吧 那如果回到函数放在后边的话 像这样的函数功能 是不是就不好做了 对不对 前面不能说有几个都行 最后一个就是回到函数 PQ法是不支持这样的 对吧 所以他将回到函数放在了第一个上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功能 将每个元素 做在这个速度上 同样咱们得写一个小例子 AR等于ARAY 比如这里边 还是12345 对吧 然后我们用ARAY 下方线MAP 对吧 那这里边的 传的每个参数速度 看一下 看这里边的每个速度 是引用类型了吗 不是引用类型了吗 不是 所以他用的什么 返回值是不是 速度 对吧 将处理完的格式 是不是以速度 形成返回 所以一定要看我返回值 和传的参数 是不是引用 对不对 所以他既然是返回值 是这个 那我们这话 到了后 AR 反回的速度 那我分别在上面 打印一下原速度 和返回的速度 分别是什么样 对不对 Print R 打印一下 WAR 然后输出一下 BR换行 然后在下边 再 Print 打印一下 AR 再输出一下 BR换行 但是我这话 就得是谁了 是不是 RAR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话 第一个擦拳当中是什么 是不是回到函数 回到函数 那回到函数 我是不是直接可以写在这 对吧 这样的话 直接可以在这写 但是格式看起来 大家会觉得乱 所以我还是将函数写在外边 好吧 Faction MyFUN自己定义的函数 然后这里边 然后这里边 传递 这个MyFUN 对吧 第二个是不是必须得给个数组 现在就对这个数组的每个成员都传到这里边去 对吧 所以这里边是不是有接收值的 值 是不是 值得解释的 对不对 那我只要返回什么 就将处理完的值 这里处理完的值 返回到这个数度对应位置上 对吧 比如说我返回传进的值乘以传进的值再乘以传进的值 是不是地方和 对吧 这个值的地方 12345的分别每个的地方是多少 我们就看一下 相信 是不是1827641825 能理解这个的原理吧 那现在它就一个参数吗 我可不可以传两个参数啊 咱说这块是不是可以传多数多 那我再传一个数多 比如说 BR 那叫BR 对不对 然后 A R A Y 比如说 那你传一二三四 我这传123 过吧 123 O U R 4 5 看一下 我这边是不是可以传递另外一个BR 对不对 它这样又是处理的一个什么结果呢 那这会传BR 这里介绍的值是 R的还是BR的 对 都有 没法有 这会传个什么 BV 怎么意思呢 第一个数组的值会传给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数组的值会传给第二个参数 所以在这里边你想干嘛 对 我们就怎么处理了 比如说这里边 echo一下 输出 是不是这样的 BV 是不是这里边第一个值 BV 是不是里边第二个值 我找看一下结果 来 咱们刷新一下 是不是 122 3 3 4 5 这个 那原数组的值是不是就没了 因为没反回 是不是 那如果这个值是有反回的 那反回的是给原数组还是给比如说都反回一吧 是给原数组还是给定标数组的呢 不是 是第一个数组还是给第二个数组的呢 稍微一下 给的什么 是不是就是反回值的这个数组啊 反回数组还是一个 对吧 因为他不是说原来两个数组变化 而是形成你的一个新数组 这个新数组是接受这个反回值的 对吧 也就是拿两个数组去处理 处理后的结果形成一个新数组 是这个目的 知道吗 那现在问题是 他俩个数如果不一样行不行呢 比如说这块只有 123 那这个接受到5个 这接受到4个 对吧 可以 他会将短的用空 补齐 比如有5个的有8个的 那5个的就用3个空跟那个补齐 听什么 所以呢 我们这会看到的结果 看这两个是不是用空谱的 就看不到了 对不对 所以咱们最好用这个处理 将两个数组合成之后形成一个新的数组 对不对 最好的是两个数组的长短是一样的 如果不一 不一般长的话 他们会用空将那个补齐 就是对不对 这是最好的特点 另外这个函数还有一个特点什么呢 这个参数可以为空 看到了吗 对 如果为空的话 是不是这个就 我先 把原来的这个程序保存一下 保存了一下 保存一下 然后我把这个参数换成空 你看 这样的结果 是不是跟这还是没关系了 就是插两个处再处理 那这个会有什么作用呢 猜猜会有什么作用 对 合到一起了 合到一起是连在一起吗 连在一起 咱们后边会用这个函数 MERG 用这个去合并数组 听懂吗 而我们这个呢 是把两个数组连接在一起 这个也相当于合并 而是变成了一个二维数组 咱只要看一下格式 你就知道了 就把它们两个 这不是分别两个数组吗 或者我装三个数组 都是一样的 比如CR等于 在这边 A R I Y 我这块穿一个 A A B B C C D D 是不是有两个数 穿多少个数都行 大老婆 C R 对吧 是将这几个数组 合到一起的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值 如果有可能说 你看不太清楚 我这块 I 扣一个 P R I 想吧 我这块 来一个结束的 P R I 这个我们看一下 结果 是不是合到一起了 对不对 0的下标示 是不是三个的第一个值 三个的第二个值 第三个值 第四个值 第五个值 对不对 其实后边的是没有的 处理后以最长的位置 是不是合并成了这种 合并后的数据 对吧 这就是我们 这个函数的全部功能 当然这个函数 实际应用的地方 有不多 对了吧 所以大家也作为了解的一个函数处理 即可 那咱们通过了这三个函数 是不是应该能 很好的理解 回调函数的作用了 和回调函数的使用了 对吧 咱使用这个 如果这三个函数 你没太掌握 但是回调函数的用法 你掌握了 那这三个函数 就算没有白学习 对吧 当然了 你既能把回调的用法掌握了 又将这个三个函数功能掌握了 那更好 对吧 当然了 你也不用去强制的去记 这个函数怎么用 别说过几天忘了 我再回国看看 没那必要 你只要看过 知道它有什么功能 能处理到什么程度 对吧 然后呢 也就可以了 下次再用到的时候 你再按手快 按文档去查就行 不用把它非得说 在脑子里站住的地方 把它记住 对吧 只要用过一遍 就可以放到一边去 这就是咱们最了解那种的 一个掌握的程度 就可以 好 谢谢大家 那这节课呢 不光完成这个函数的作用 那咱们也将什么 回调函数据数据的函数 咱们也介绍到这里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函数啊 那些咱们遇到的时候再介绍 这三个是比较简单的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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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